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大改版 這個是 這個叫做刺客 我把它稱為刺客好了 我還沒翻啦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要翻一下才知道 但是這個就是暗內復仇者的新角色 他原本有 這一個 這個是肯尼斯戰士 然後還有這個法斯 貝拉 這支是我有練到戰力200萬了 第一行 然後還有一個狂戰士 然後這樣子 根據 7月27號開服到現在 1.5個月 的期間出了一個雙刀 雙刀刺客 那這個雙刀刺客我個人認為在 到時候國際版一開服就會存在 也就是說國際服應該不用等 只是說因為韓版他當時要急著上市賺錢 所以他要先這樣子 我個人認為應該會到時候同步開放4個職業 那其實這個職業蠻帥的 我蠻喜歡的 有點想要把他投資下去 我說的投資下去是說好好的玩這一支 那我先進來給各位看一下 他的技能其實 很短 然後很快速 他距離不遠 感覺很吃技術的一個職業 那我今天一進來呢我就把 把我這個資源 這個很慢喔 知道為什麼這麼慢嗎 因為我開VPN 像我現在應該來把這個VPN斷掉 點進來按這個 DISCONNECT 把它斷掉 然後再回到暗黑副頭者 這樣就會快了 看到變快了 那0一下這個地方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你的角色 所訓練的鐵匠是分開的 那你要重新訓練 你就知道 你新的角色你就要重新訓練 按多一點 按多一點然後錢超多的1000多萬 沒在怕 有錢 靠北 幹我剛剛按到1000賺了 賺了沒差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進去頂 那我今天呢我一進來就把包包裡面全部的東西 都把它開起來 都給這隻刺客再用 所以我今天一進來一開服的裝備就是這樣 又有辦法弄到這樣 其實也沒有躲好啦 反正戰力也才11萬而已 小K10而已 那我來打 打一下 打一下關卡 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不行同志 打這一關好了 這是他出場的 樣貌 那這一招跟二代是一樣的 就是散開的那種 飛刀 然後這很像那個 霓雄之戰盧卡斯的丟刀 那這一招很BG喔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蠻瞎的啦 我等一下用另一個大招給大家看 喔他恐怕懶叫耶 我看他懶叫噴血 每次吼我這種影片一PO上去都被那個Google探定 說這個是血清暴力 真的是很好笑 我換一個大招啦 剛剛那個大招很BG我個人是覺得看得很討厭 來換一下大招喔 我一進來就有兩個大招 因為我資源都給 都給他用了 所以我資源滿滿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像這樣子 你就是要以大號養小號 所謂的大號養小號就是這隻法師 到時候要來養 那法師打什麼呢 法師就是要拿去打那個打龍啊 像這個打龍 就可以給法師去打 因為他可以打比較 比較那個後面的寶箱 那沒關係喔 我還是打一下好了 喔這些人 戰力 都差不多了 今天大家都要練這一隻 你看 雙刀全部都是 來看一下 欸靠我忘記把那個大招擺起來了 近戰真的是滿滿的畫面 不太習慣 不太習慣 玩遠攻玩習慣了 玩近戰 對我應該去打那個 台腳 有了有了 開始扣他斜了 我忘記把大招擺上來 真的是 這次 這樣還燒得大 喔 飛很遠耶 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突擊 真的靠北 馬上就到面前了 搞定了 我去把大招擺上來 他那個大招跟二代的 星星展是一樣的 我去擺一下大招 大招 OK 裝了 技能嘛 這裡 然後 喔對 這個 他有分三個 看一下 在這裡 然後登錄這裡 他這一個是關卡 打龍 然後還有一個PK啦 關卡PK 打龍 好像是這樣 我忘記了 然後 技能的話 技能我都還沒點 因為我 其實不知道哪一招比較好 隨便點好了 那我再打一場 打一場 打一場這個守護祭壇好了 配不到人是怎樣 有了有了 配到一個 跟我一樣爛的 守護祭壇 守護祭壇 這款遊戲的打擊感很好 除了PK 之前玩起來感覺 不太 爽以外 我是覺得這款遊戲沒有什麼好標的 我還沒有去PK場 這一次還沒有去PK場 這就是大招 星星斬 很帥 這家很帥 我只能說這家 遊戲公司其實蠻厲害的 你看他們 畫質又好 然後 單機的部分打擊感要做得超好 今天出來的那個AXE啊 畫面還沒有這款 還要好 這款的畫面還是比AXE還要好 那一樣啊 都是NEXON這家公司的 應該說代理吧 但是不同的工作室 工作室絕對不同 製作人也不同 那只是說 都是NEXON喔 那個應該稱為代理 第五關 就快結束了 沒了 我大招還沒放第二次 太快了吧 那他的服裝呢 我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有一個叫做衣櫃 那衣櫃可以來看一下他服裝 看一下衣櫃 在這裡 衣櫃 那其實很多可以挑 你看像這個 拉近一點 欸幹沒辦法拉近 靠 那就這樣看囉 其實如果這個頭型放一放 你也很難判斷是法師還是什麼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不朽裝的 這些造型 喔這個帥喔 這一件我喜歡 讚 加加的 加加的好像比較好 這麼遠都可以看到斗奶 再來 這個 這個太奇怪了 跟太空人一樣 這件還不錯 這件就是 一開始角色穿的那個 創腳時候給你看到 喔這個也蠻好的 喔這像聖誕裝喔 這應該叫聖誕裝了吧 這個也很好耶 靠 可是這個都要到不朽 而且不見得抽的到 不見得合得到了 這都要用合成的 很困難 哇太多了吧 這麼多劍喔 你看你的機率 機率有夠低的啦 你要拿到這個機率你看有多低 重點是我今天呢 更新這個檔案就700MB 嚇死人 然後武器的話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比較帥 這真的比較帥 太亮了 為什麼看不到 這很醜耶 這太短了 我現在拿到就是這個 就是這種 我覺得這把比較好 這個也不錯 恩 這個還好 個人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這種啦 這個感覺很有質感 那因為你這邊都只能看 沒辦法穿喔 他這個要到裝備這裡做萃取 點這個然後最下面那裡有一個萃取 你才能夠拿到 才可以在那邊裝 所以你目前的話是沒有辦法 這個很多要掛起來 不容易啊 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再來 看一下 這一個 關卡再打個幾關 今天這個改版應該能夠拉 拉回不少人了 所以我一定又衝到前10名 喔 超屌 超屌 真的超屌 他這種動作感比那個AXE還要好 那當然他是副本質的人 有一派人他覺得副本質他就不OK 他不會想要玩副本質 他一定要開放地圖 看得到玩家彼此在那邊產生仇恨跟吵架 然後從那個仇恨當中得到快感 靠大招都還沒放耶 他就死掉了 真的是喔 我只好在這邊放個大招 好這個短片先錄到這裡好了 因為 差不多了啊 今天的一些內容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相信後面還會有很多 不錯的改版 這款我會持續的玩下去 OK